那我們先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OneNote這個新功能 那麼它目前呢 您要進這個測試版 剛剛有跟老師稍微提過 就是先在這個前面加上一個Tex 那它的資料呢會同步 就是不管您是在這邊註冊帳號 還是建立的課程資料 通通都會同步到正式版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麼我們進入之後呢 在這邊我往下走 往下走 這裡有 有一個有沒有 您記得我們這個課程群組 群組之後的最下面這裡 你會看到有一個新功能的 那我就以這個來跟各位稍微做個 簡介一下 那麼這個呢也是 簡報 只是用的是什麼 Google的 簡報 也不錯嘛對不對 效果也可以 其實 所以其實待會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慢慢的 不見得簡報就只能跟微軟的Howpoint 搭上等號 其實可以做蠻多不一樣的改編 那第一個呢 OneNote這次改版加上的什麼 精熟學習 所以以後呢 老師的在這個部分 包括測驗也好 繪圖也好 或問答 以前可能 都是只有單純就是看學生有沒有 就是他自己決定有沒有看完 對不對 那現在你還可以決定就是有老師自己批感 我看了才算 確認一下 不然他打開電視 然後呢 打開電腦 沒有再看也是一樣嘛 只是讓時間慢慢走過去而已 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好OK 再來就是 現在呢 他也可以上 如果有上傳檔案 老師一樣可以做確認 再來就是他的學習狀態 有一些不一樣 待會我們可以看一下 然後呢 您可以針對 應該不是每個單元 應該是所謂的任務 我們所謂的任務 給予怎麼樣 分數或者評語 有點 反正他上面就有這個分 成績部 所以老師在整理上應該會比較方便 那麼我們看 這裡 在這邊 剛剛有提到他有沒有不同的顏色 所以我從這個顏色上 就可以比較清楚知道 誰的學習狀況是怎麼樣 那麼我們再往下看呢 他在看這個教材的時候 同學是在看教材的時候 也可以知道他自己 每一個教材 就是閱讀的情形 還有完成的情形 然後在這裡 這個有一個塗鴉筆記 塗鴉筆記其實也是很好用的功能 然後比如說 在目前正式版 他是屬於就是付費的功能 那原則上大家應該都沒有付費 所以你會發現 可能那個就 沒辦法用 但是呢 這裡面 他是屬於 瀏覽器的 所謂的擴充工具 好 如果你沒有付費了 他擴充工具還可以用 但是 幫我們在做什麼 整理教材用的 比較方便 好比較方便 但是如果你有付費 現在正式版有付費是 你可以做塗鴉 所以你可以 直接在我們的教材上面 直接就是做這個動作 好 那 在這邊呢 除了這個以外 剛剛提到的就是 可以針對什麼 不同的 這個完成條件 到底是 你看一分鐘 還是看幾分鐘 算是完成這個教材 還是由老師自己來決定 好 那 當您指定好了之後 我們在右手這邊這邊呢 你去看每個同學 他的學習的情形的時候 這邊都會顯示出來 那等一下看了多久 好 好 然後 剛剛提到的 你可以針對每個 所謂的任務 給他 分數跟 評語 那這樣子 他成績部的地方 就會幫您統計好 就直接幫您統計好 所以其實成績計算上 現在也相對比較方便 所以你看這裡有個成績部 就可以知道 誰是幾分 誰是總和是幾分 但是就等於老師 在成績管理上 就更公開透明一點 當然你可以選擇 要不要公開 我記得 然後呢 如果說 這個地方 老師您做好了 因為畢竟跟學校的系統不同 您可以直接下載成CSV 這是我們一般的Excel的檔案 您方便匯到自己的裡面去 那再來就是 很多老師喜歡的測驗 以前OneNote的測驗是比較 也不能說錯 但是他就是一體一體的 現在就比較方便一點 而且跟我們今天主題有相關的 雲端硬碟 當然你說我沒有用學校的 無線空間 雲端硬碟可不可以用 也可以 只是那就是15集的空間 可能就是自己要斟酌一下 那他本身這個教材 也就是所謂的測驗券 你可以是Google的文件 也可以是一般的Office的檔案 PPT甚至是圖片都可以 圖片都可以 那甚至老師也可以直接 對資本考卷拍照 這也是個方式 那麼您稍微往後看一下就知道 來 先準備一個題庫對不對 然後呢 在OneNote裡面增加這個測驗的時候 他比較特別就是 你知道他這個格式 就是 題號 前面是題號 後面是正確答案 然後呢 你的選項有幾個 所以老師要準備就是這個東西而已 好這個東西 然後呢 預覽一下 他的這個答案券是像這樣子 那真正實際測驗的時候就像這樣 同學進到這邊以後 他所看到的這個 他所看到的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的題目 題目呢不管是圖片啊還是什麼都沒關係 他也可以捲動 那麼真正回答就好像我們現在那個 對對話卡一樣沒錯 所以 他只要把右手邊把他的哪一題是對到哪一個答案 寫好了按下面這個送出就好了 好那如果你有給他正確答案 那當然他上面就可以自動辦法把成績算出來 就這麼簡單 當然他目前主要是針對就是單選題 單選題也不能 那問答題可能就沒辦法像這樣去做 可是我記得昨天 禮拜一去那個領東中學的時候 老實說現在好像高中子都是單選題沒有複選對不對 對嗎齁 所以這樣 這樣符合老師需求 沒有複選題的問題 好 所以應該還不錯 那再來就是說 有些老師可能您上的課 不見得在電腦教室用 那在一般教室用 沒有電腦怎麼辦 現在有些像領東中學那邊他有生 就是他們是有 時時兩年就是每個同學配發一台平板 但是如果說老師 電腦就是那個同學 平板數不夠也可以分組也沒關係 因為他現在有針對行動方式的頁面 那這個我覺得有個好處就是說 以往我們也有一些數位學平台 他是用所謂APP 可是老師比較麻煩 你就必須要先幫他註冊好 然後安裝好 那我們如果只有網頁是不是比較簡單 他在用的時候就比較方便 所以他在行動裝置上 和網頁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上面有這個測試網址 如果老師你有興趣也可以用手機 或者是平板連線看看 不過當然我覺得 還是平板螢幕大一點可能比較方便 畢竟手機螢幕那麼小 如果我們的教材又這樣擠來擠去的 對他來說也不是那麼容易看 那這個是給老師再看一下 那麼最後呢 就是大家可能收作業比較方便了 因為像以往 比如說像我們學校他 收作業最早期就是放 HIVOX一個FTP FTP FTP是有大的產量 可是這樣其實很亂 那後來有數位學平台 我們學校數位平台 當然教數位就比較方便 可是 如果說可能 我們學校本身 還沒有或者老師本身沒有在 現在的那個LMS上面 建教那個所謂的課程的話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式來搜 那他就是利用我們的雲端運碟 當然如果您本身不是無限空間的也沒關係 只是你記得要定時清理一下 比較不會那個 來我們看一下 他目前只能用在群組裡面 就OneNote的群組這個功能裡面 那你透過這個檔案的方式 您只要找到一個什麼 就是說您只要把選擇一個 這邊去選擇一個您的 雲端點上的資料夾 那也把它設為所謂的公開在網路上 公開網路上 那這樣子的話呢 指定好了 那個同學 他就可以上傳檔案進來 就可以上傳檔案進來 當然您不需要來這邊看 您就直接 進到你們的眼 直接看就好了 所以只要他們把這個 檔案的部分 命名好 比如說座號信引 這樣之類的 那以後老師在看的時候 就比較清楚說 是誰上傳上來的 是誰上傳上來的 所以這個部分是目前就是 接下來即將要改版 這彎弄他新的功能 我覺得其實應該可以 慢慢更符合老師的一個 對他的一個期待跟需求 這個是給老師稍微看一下的 好 好 谢谢观看